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同村未到张的妻子崔氏 昨天与小姑子吵架 说如果不是她 小姑子肯定会被曹吕石强暴非礼 贞结不保 还说救得了你一时 救不了一世 如果不是曹吕石现在死了 小姑子迟早还是逃不出她的魔掌 曹氏听了这话 顿时止住了哭声 急忙仔细询问起事情的经过来 其实 这个曹吕石正是曹氏亲哥的曹志的儿 阿丽说侄儿死了 自己应该非常伤心 可曹氏的内心里却充满了痛恨 因为 哥哥竟然说自己的儿子贾文韬是杀人凶手 原来 几天前 贾文韬和曹吕石 这两位表兄弟相约一起在村口的松树林外喝酒 正喝得兴起时 却遇到了同村的长辈曹建章 因他们都不满二十岁 曹建章便上前去呵斥两人 说他们年纪轻轻不学好 却背着父母喝酒取乐 贾文韬见状 有些不好意思 就想走开回家去 谁知曹吕石却一把拉住了他 又对着曹建章一顿破口大骂 说他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曹建章见他竟敢辱骂长辈 气得上前就要跟他理论 却被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们拦住了 只得兴兴地走开了 不久 贾文韬也跟曹吕石告别 独自回家去了 而曹吕石却一个人偷偷地往山上的松树林走去 当天下午 贾文韬正在家里读书 舅舅曹志突然冲了进来 也不管妹妹曹氏的阻拦 拿出绳子就把外甥捆了起来 又押到七霞县衙 控告他杀害了儿子曹吕石 要先太爷给他做主 让贾文韬抵命 当时 广东南海县人黄安怀出任山东登州府七霞县之县 此人虽出身于近世 却对医学颇有研究 他接了状子 当即带了牙役和武座前去勘验 发现曹吕石脸色铁青 皮肤轻紫 双眼突出 牙关紧闭 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 一眼便看出他是中毒而死 于是 黄之县立即命人将一干人等斗居来公堂审问 先提审贾文韬 可是贾文韬却一口否认 说自己是个白面书生 又不满二十岁 根本不可能与人一起喝酒 还说自己的母亲曹氏可以作证 谁知 曹氏却支支吾吾地说了半天 只说儿子生性懦弱 胆小怕事 总是受人欺负 其他也没有说出了什么所以然来 这时 曹建章和一些村民作证 说是亲眼看见贾文韬和曹吕石一起喝酒 还将当时的情形毁声晦涩地讲了一遍 贾文韬听了脸色大变 又急忙改口 说是自己的确跟曹吕石一同喝过酒 因为怕母亲知道后要教训自己 才对此事否认隐瞒 黄之县文言大怒 命人将他暗倒在地 先打了他二十大板 又问他是不是因为经常受到曹吕石的欺负 以至于怀恨在心 所以才把毒药下在了酒里 将他毒死 这时 贾文韬已经有口难辩 又受不了酷刑 只好承认是自己下的毒 黄之县听了大戏 又一再追问下的是什么毒 贾文韬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毒 便信口胡周 谎称是歇毒 黄之县急忙命武坐前去仔细查验 发现果然是歇毒 于是 九一律将贾文韬判了死罪 关进了大牢 等待上报有司牙们批准 在将贾文韬斩首时中 曹氏见儿子判了斩刑 悲痛万分 不仅怨恨起哥哥曹志 天天到他家门前骂街 闹得曹志不敢出门 还终日啼哭不止 让邻居们也不得清静 刚好这时 他听到崔婆婆说 魏道章的妻子崔氏 和小姑子可能知道内情 犹如溺水将死的人 碰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急忙止住了哭声 又跑到了哥哥家里 让他再去上告 求贤太爷审问崔氏和小姑子 以弄清真相 曹志见妹妹来到家里 以为他又要来闹事 却没想到妹妹 是因为自己是个女人不便告状 要他去给外甥办案 他想了半天 想到自己死了儿子 又害了外甥 还得罪了妹妹 一时心中不忍 便一口答应下来 又跑去县衙里喊冤 黄之县建案子又有了新的人证 也不敢怠慢 急忙命人传讯崔氏和小姑子 仔细询问之下 却发现里面还大有隐情 让黄之县大为震惊 原来 魏道章家境艰难 地少人多 妹妹又要准备嫁妆 这让当家的妻子崔氏非常犯难 整人省吃俭用 还经常带着小姑子上山去采些野菜 以便省些粮食出来 好替小姑子办些嫁妆 这天 两人又去山里挖野菜 却突然发现松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 有一小堆骨碎 小姑子一见大喜过望 急忙拉住嫂子想捡回去 崔氏却说道 今年天宫不作美 收成不好 粮食就如同宝贝一般 想必这是有人暂时寄放在这里 我们还是不要去捡了吧 免得让人看见了会说我们是小偷 说吧 转身就要离开 小姑子听了却不以为然 一把扯住嫂子说道 这地方荒山野岭 人寄罕至 肯定不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 一定是有人偷了粮食 匆匆逃跑 慌不择路才扔在这里不要的 我们捡回去又有什么关系呢 崔氏听到小姑子这样说 觉得也有些道理 又经不住骨碎的诱惑 便一同上前将骨碎拾了起来 装在筐底 上面又盖了一些野菜 两人高高兴兴地正准备起身离开 谁知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一声大笑声 一个人奔了过来 拦住姑嫂两人道 好啊 今天果然让我抓住了 偷到夏财主田里古碎的小偷 如今证据确凿 我要把你们交给夏财主 让他将你们治罪 崔氏和小姑子 一下子吓得魂飞魄散 定睛一看 发现来人竟然是同村曹智的儿子曹吕石 便苦苦哀求曹吕石能够放过他们 曹吕石不怀好意地看了一眼小姑子 笑着对崔氏说道 要我放过你们也不难 只是你家小姑子要跟我相好一场 否则我一定要去告诉夏财主 让你们身败名裂 小姑子听后 虽然又急又凶 却也无可奈何 只好答应了曹吕石的要求 曹吕石听罢大喜 原来 这个无赖垂涎小姑子的美貌 已非一日 今天正是他见姑嫂两人 要去松树林里采野菜 才设计故意将一小堆骨碎放在那里 引诱两人上当 等两人前去施检时 再趁机逼奸他们 如今奸计就要得逞 便忍不住得意往行起来 崔氏看了看周围 见四处无人 知道喊叫求救也没有什么用处 便上前对曹吕石说道 我家小姑子年轻不懂事 有什么意思 不如你放过他 让我来陪你吧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 曹吕石听罢 上下打量了一下崔氏 发现他的风韵 果然更胜小姑子一筹 一时神迷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崔氏一听 连忙催促小姑子赶快回家去 小姑子走后 曹吕石上前就要动手 崔氏却笑着说道 这里满地都是泥泞 又怕有人前来撞见 不如我们去前面岭上的松树林中如何 曹吕石听了觉得有理 便扯着崔氏就往松树林里拉 崔氏有一想磨蹭时间 希望小姑子能带人来救自己 便又对曹吕石说道 你先去松树林里等我 我去小姐一下就来 曹吕石见这里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也不担心崔氏会逃跑 变性冲冲地掀进了松树林中 将身上的苏衣扑在地上 躺在上面一心等着崔氏 崔氏等了一会 不见有人前来 又经不住曹吕石连声呼喊 只好不情不愿地走进了松树林 曹吕石见状 急忙站了起来 就要上前搂抱 谁知却突然一个猎起 倒在地上大声喊痛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崔氏愣了一下 突然醒悟过来 赶紧跑出了松树林 追上小姑子 两人一起回家去了 却没想到第二天 竟然听说曹吕石中毒死了 两人也并不知道其中的缘故 黄之县听了崔氏和小姑子的供述 见他们也不像在撒谎 便赞许地看了看崔氏 又继续追问道 曹吕石这个恶棍抢逼梁家妇女 简直是死不足惜 只不过他在逼迫你时 身上是不是有酒气呢 崔氏想了想 肯定地说道 他身上不仅有些酒气 看上去甚至还有些醉意 黄之县又问道 他当时看起来 是否像个有病之人呢 崔氏答道 不像有病 壮得就像一头牛 黄之县点了点头 接着问道 曹吕石和你进了松树林后 你家小姑子看到了吗 崔氏一听 气愤地说道 这个小蹄子看到自己脱陷 一溜烟就跑了 哪里顾得上我 我后来才追上他的 说吧 瞥了一眼旁边的小姑子 小姑子健壮 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黄之县沉思半晌 心中揣测 觉得曹吕石 可能真的不是贾文涛下毒害死 要知道歇毒不同于普通毒药 见效很快 不可能再喝完酒后 到了松树林里才发作 看来其中的关键还在松树林里 于是 他便带了牙役和武作 再次前去松树林里勘验 到了松树林 黄之县见那件 所以还铺在地上 周围跟上次一样 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突然 他发现 就在旁边不远处 有一棵高大的老松树 有一人核抱那么粗 在离地无耻的树干上 有一个树洞 上面有些咸叶 似乎这里有什么动物出没 黄之县急忙命牙役取来几桶水 顺着树洞灌了进去 不一会儿 里面稀稀索索地爬出了一只硕大的毒蝎子 体肠一尺有余 牙役们见状大惊失色 急忙拔出妖刀 将蝎子砍成了几段 这时 黄之县恍然大悟 终于明白了曹吕石的死因 原来就在他从缩衣上起身迎接催事时 一不小心被毒蝎子盯了一口 最后毒发身亡 于是 黄之县命人将曹志和贾文韬都带到松树林 指着毒蝎子对曹志说道 你的儿子作恶多端 企图逼肩催事两姑嫂 谁知道却被这个毒蝎子折中身亡 并不是贾文韬下毒害死 而你却误信人言 诬告他人 本要致你诬告之罪 如今姑且念你丧子之痛 不再追究 说吧 命人将他释放回家 随后黄之县又想起误判贾文韬 差点让他无辜丧命 一时心中过意不去 便让人请来魏道章和崔氏姑嫂 以及曹氏等人 又对贾文韬说道 你能喜庆冤情 都是因为崔氏帮你除去了嫌疑 你应该好好感谢他才是 如今我见他的小姑子 尚未许配人家 你也没有订婚 不如你们两人结为勤尽之好 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你们觉得如何 贾文韬和母亲曹氏 见献太爷亲自作媒 崔氏小姑子长得又非常漂亮 岂有不愿意之理 而魏道章和崔氏姑嫂 见贾文韬生的一表人才 又是个读书人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当即也欣然答应了 黄之县见重人都同意了 不由的大喜 又拿出了二十两银子 给崔氏小姑子作为嫁资 又感念崔氏舍身就小姑子的一举 另赏了十两银子给他安家 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几天后 黄之县带着几个牙医 再次前往松树林 寻得那只毒蝎子的尸体 习心将他收敛 安置在一只 特意制作的檀木小棺材里 郑重地安葬在那棵老松树下 又亲自撰写了一篇纪文祭祀 并将这里命名为蝎公灵 栽葬了蝎子后 黄之县又成文上报有斯衙门 请求将自己误判案子的行为 进行处分 上次见他态度诚恳 又知错能改 完满地办好了案子 不仅没有处罚他 反而上报朝廷 将他着身为支付 后来 这件案子在当地越传越深 甚至逐渐演变成巨蝎显灵 出面惩治恶人的传奇故事 成了当地的一段有名的佳话 此案非常凑巧 如果不是这只毒蝎子 虽是很可能会遭到草吕时 这个恶贼侮辱 这也是他肯舍己就小姑子 得到的善报吧 而贾文涛也恰好碰到了黄安怀 这个知错能改的好官 如果是别的官员 为了自己的前途 将错就错 估计贾文涛也只能死于非命 坟头长草了 更别说可以取上了漂亮的媳妇了 最后 黄安怀也因祸得福 着生做了知福 真是天理昭昭啊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